歡迎來到第二節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Carrita作為嘉賓 我們今天聚書言書言作我們的牛樽放暑假系列 今天的題目就是現代主義和現代性 上一節我們講到巴黎的城市發展 講到這個男孩在19世紀末的時候 就重新做一個城市 做到巴黎好像現在這麼漂亮 大家去買東西的時候就會看到很多店鋪 這條路也很乾淨 挺開心的 似乎現代主義是很好的 將我們的生活帶到更美好的天地 又沒有了一些沙水渠 不是沙水渠 只是把一些沙水渠 把一些沙水渠排走 原來很乾淨 街也很美 挺開心 但其實在這個很美好的大城市 背後其實是有很多希釋的會衝 有什麼希釋的 希釋了垃圾 希釋了垃圾 其實她是將它建... 當中不單止她建了這些很美的道路 她為了令到一些比較中上階層的人 都喜歡這位新的統治者 她就建了很多很美的... 例如那個緣 這些什麼 就建了他們 讓他們去一個新的空間 讓他們去... 享受社交 還有一些社交胡蝶 穿上漂亮的衣服 覺得自己很有文化 很有品味 沒錯 但是在這些這麼名貴的空間的時候 其實當中是... 將巴黎市中心 例如巴黎市武園庫 但就給了一個例子 巴黎市武園是當時 中古的時期 是最文匯的文化中心 因為那裡有很多... 很蓬勃的城市生活 但那裡有很大部分的東西 都全部被抄圍了 是否因為那裡的地方 都是一些比較少市民去的地方 或者... 類似的市隔 我自己猜過 不太好 現在是一些亂的地方 因為... 因為是... 因為教堂附近 一定會有很多人去其他地方 所以附近就變成一個... 很生機復活的一個社群 但他們就不喜歡這些東西 所以就... 對 他們都覺得是太不得 所以他們都照產了 其實也都將很多的窮人 是趕來了城市的中心 將他們趕到城市的邊緣 對 因為... 因為當時... 他這個... 阿波蘭三世是給了這個Houseman 即是這位大義規劃師 基本上是開張法律的... 絕對的權力 差不多是空頭之中 沒錯 就是說 任何你是阻害你要起樓的 你要迫遷的 嗯 這個權柄都是給了他 法律上的權柄 沒錯 其實跟我們現代都很多... 是 跟香港現代有很多城市發展的規劃 很相似 對 大到中國 對 對 沒錯 所以也是有他的波羅的陰有面 如果... 譬如說David Harvey在他的書裡也提到 講這個創造性的插位 就是創造性的插位 是黑滑了那個發展一個... 有當時的一百六幾年 我們現在都在面對的一步 現在都在面對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 香港或者大陸都會說 發展不是彭道 這些... 這些東西都是... 跟以前的那些... 這樣的... 年代的處境都一模一樣 嗯 沒錯 其實講到這一種... 發展自動 或者一種... 很理性自上的... 那種的... 那種的思維模式 其實... 在歐洲不單單在巴黎 其實... 那時候在意大利啊... 那時候都很符合 或者可以講一下... 大家有沒有聽過《未來主義》這件事 哇... 我講過很香 《未來主義》是否說... 是否科幻少少那些... 對... 《星球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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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因為當時這一班... 你聽他們的名字 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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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很追求... 他們是很追求... 那種... 想很快地達至未來 他們崇尚什麼 他們崇尚機器 嗯... 他們崇尚一些... 一些速度 沒錯 跟著... 其實他們當中有一些藝術 你都見到一些火馬... 是... 帶他們去未來... 新的... 被規劃的城市 那這就是意大利的未來 或者... 其實都是... 在一九零幾... 或者一九一幾年開始... 是很興起的 那... 當時... 他們是... 對於未來有一個... 很美好的想像 覺得我們要快點進入... 這種... 我們已經掌握了... 所有的科技... 和... 方法 我們只需要... 這種... Determination 可以將我們投入去 正正就是這樣 那其中一個... 未來主義其中一位... Founder 他就在威尼斯說過一篇... 很振奮人心的演詞 他就說... 我們呢... 是要快點摒起... 這個... 腥臭... 一塊... 在古時為流來的... 大獨瘡 就是威尼斯 那這個禁古的衛城... 我們不可以再要了... 我們呢... 要快點讓這個... 神聖的電歌... 去統治這個威尼斯... 就是... 將科技這些東西... 引進去威尼斯... 那... 他們是有一點點... 是... 想快點剷走所有人的痕跡... 就是... 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其實... 現在... 不是說來的... 我現在還會走去這件事... 我們... 過去一百年... 就是中國的... 歷史都是引證著... 這一種思路... 沒錯... 對... 但應該當然現在不是一陸... 對... 那怎麼辦呢... 那Future... 他們的出路... 就是... 他們去到最後有沒有人... 對... 那現在阿尼斯還是很舊啊... 對... 歐洲還是很多舊頭... 對... 其實... 當中是... 就是可能他們... 後來這個活動... 發展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們... 是支持打仗的... 是... 就是支持... 他們這一班是... 很主戰... 第二次... 對...第二次... 沒錯... 打完第一次之後... 他們就覺得... 我們一定要... 繼續用戰爭... 他們說戰爭... 是... 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衛生... 就是... the world's only hygiene... 就是... 如果你開始... cleanse the world... 沒錯... cleanse the world... 他們就可以在這些殘土上面... 一見我們新的... 很理性... 很高興... 很高興... 因為他們沒有去過大陸... 大陸... 不用打仗... 都可以產生了一些東西... 很乾淨... 沒錯... 所以... 其實他們... 還不是進入這個版圖... 對... 他們快不認識這個世界了... 不過算了...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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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很大會見... 你... 意識到... 發展自動的思維... 走到盡眼... 就是可以走出了... 這些很恐怖的... 哦... 即是... 在暑 stitches之前... 就有這些東西... 有所說的... 結果就出生了一種... 希特拉... 或者是... 阿里尼的... 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小部分... 對... 其實當中... 其實有很多這些... 迷 Bringing主義者 他們都有參加打仗... 很多都是當中打笑... 太幸運了 因為他們打死太 所以打完仗就沒人實施了這個未來主義 而且經歷過集中的禁止人 一講計劃性就有這個問題 對於歐洲來說 如果我們留意很多自我家都會提到 移墊對他們的營養 很大程度就是這種發展思維的破產 大家都會移動 最初那種認為發展 認為競爭或者機械化的操作可以帶來美好的味道 但最後看到的就是譜索猶太人 Defestation 這些 他們都會對付很大的反應 還有最有趣的是 這些東西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的基礎都是hypernational 就是管理性出發 我們做這些事情 但到最後就是集體地瘋狂 沒錯 其實有些思想家都會對這個回應 他們就覺得 到底現代主義這一種很Utopian 就是覺得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烏托 這種思維 其實他們是覺得 理性就可以處理到人性最陰陰的地方 他們覺得當我們純相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擺脫到那些很Primative的東西 但其實他們沒有處理到這些情感人性的陰陰面都仍然在 對他們以為理性就可以硬度的時候 嗯 如果說回比較有少許的自學史 例如說Age of Reason的時候 也有很多學者或思想家會說 我們一靠理性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對 但歐洲很有趣的是 譬如在二戰或一戰之前已經開始有人說 即是危機 很多人已經提出這個是一個危機 譬如其中一個controversial的就是理睬 但也有人說理睬就是他們的祖師 即是有一些 可能我不知道Future的時候會這樣說 但譬如有一些納粹主義者會說 對 我們就信理睬 我們又搞一個Uberman 有Superman 沒錯 千人 對 把所有東西重複價值的revaluation等等 但也有人把理睬看成另一個原項 就是理睬其實是批判一種對理性無限的信任 這是其一 例如另外有一個比較納粹的 就是少的人認識的製作家可能是Cuzo Cuzo是很出名的一本書 對於歐洲課文 其實裏面都會說到 就是我們對於這種 就是毫無保留對於科學和理性的態度的信任 其實是否構成了一個很大的危機 都知道他講完沒幾年 就開始歐洲陷入這個戰況之中 沒錯 其實到經過二戰 二戰前戰後 歐洲現在是進入一個 或者現在我們全球是進入一種什麼的狀態 嗯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點點 就是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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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從小廣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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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趕愛來的這本書 這本書真的很值得推薦 因為他不單止說 他先介紹了究竟現代性和現代主義 然後就再推進去 根據David Harvey的看法 究竟後現代是什麼呢? 因為之前說過 現代性就是一種時間和空間上 一種很根本上的改變 就是那種 那種很亂很錯亂的感受 那David Harvey就說 那後現代是怎樣的思維呢? 就是他們都明白 一些東西變得很快 都明白一些東西是亂 但是他們就是擁抱這一種 擁抱這個chaos 也都不去專門 現代主義就是 嘗試用一個理性的規劃去壓制這些亂 去控制這些亂 但是後現代主義就比較是很隨意的 就是跟你玩的那種 有一種是沒有playables 那些問題 那其實後現代那些畫 很多都是平平照照 相當不同的時間 Kereton也會是現代的 但是後現代那些 就直接是把不同的時間的畫 照照照照 那就是不同的時間空間 都把它拼在一起 很平照照的那種play 但是這個很有趣 就是當你剛才說 理性似乎是想把所有東西畫一 就是同齊的時候 現在可以quantify 但是最後的結果就是混亂 就是我們以為理性可以令到我們覺得 所有東西都可以很清晰 可以邁向進步 但是結果就是帶來戰爭 帶來動盪 那這是很奇怪的 其實如果你說後現代就是 是比較離散一些地線的 帶劇 以為自己是centralized的現代性 正正是帶來這些東西的 那個源頭 這也是很吊詭的事 然後我現在進入後現代 那究竟是 因為剛才說了time space的問題 但譬如後現代可以更加說 time space compression 的問題在這裏 我可不可以說一下 time space compression 的問題嗎 你說 好 time space compression 有請來嘉賓Daniel 有請來嘉賓Daniel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知道 其實Depalapia其中一個 都很重要的 有幾個自由家 例如鮑馬會說 time space compression 例如還有Anthony Giddens 都會說 其實他們認為現代世界 即他們會說 現代主義去到最後 變成現在的處境 其實是一個postmodernity 或者late modernity 很多時候是我看到 時間和空間的延續 壓縮 其實具體的表現 其實在我全球發展 已經是那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 資訊的流動 或者是 Exactly的 那個traveling 即是那個什麼 運輸的速度 令到我們對於時間和空間 那個理解 已經是完全轉了 是壓縮 因為譬如 就算是在現代世界也好 我們要由 例如由倫敦到香港也好 都要坐船 不知道多久才到 但如果你今天 由香港去倫敦 可能自己十幾個小時 飛機已經到了 這個已經不是 一個重要的時間 如果用電郵 簡直是Intern 我們對於時間和空間 壓縮已經壓得很短 我們沒有 而且這件事的結果 就會令到我們對於 生活經驗的改變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以前的人 是會有一個停頓的 他們的生活 但現在是基本上沒有的 如果你上班 如果你做 例如你在法事業 或者是在 銀行業業 基本上你二十四小時 都可以做事 是啊 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似乎流動性很快 這是什麼流動呢 Balman就會說 其實是資本的流動 消費的流動 而這種流動是無停的 所有的都會被禁止 這就是所謂的 如果用Balman的說法 就是Liquid 就是這個時間寫的極致 去說這些話 Balman出了一個Liquid系列 寫了20年 寫了很多 有一本的Liquid 現在有Liquid Love Liquid Love 他第一本講Liquid的 是Liquid Modernism 然後就有其後 出了很多本 不同的Liquid的東西 嗯 沒錯 其實跟我們這個 一開始Carmus說的 所有固體的東西 都要溶化 整個空氣 都是有那種 打前的那種 震點那種 所以其實對於 我想對於很多 現在現代 當代的俗家來說 比如你剛才也有看到 對於他們來說 Post-Modernity 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而是一個發展的結果 比如以前我們會說 Modernity 但現在我們會說 Late-Modernity 晚期資本主義 或者High-Q-Modernity 高度資本主義 這個是一個時期的發展 其實有機會我們可以再 在這一段 我想說起這些 就有很多話要說 之前我跟你說過 Hannah和Ren 那些東西 就是例如說 怎麼樣我們爆了 因為一直都是 有很多時候 Hannah和Ren說過一些 那些東西 人都是一直這樣 但是突然間 資本主義一出現 就令到它無限的抗疆 其實Hopthom也有說過 Hopthom用甚麼來 就是用甚麼來捕捉工業革命 它說是以前我們人類的生產 是受到天時地理的限制 那我們會有一個 Natural Cycle 但是去到這個 即現代資本主義之後 都會發覺原來工業革命 令到我們可以掌握 一些資源可以無限地上升的 我們的生產力 這個無限的生產力上升 其實就是工業革命的本質 所以Hopthom也說了一句 其實工業革命是沒有結束的 因為既然我們的生產力可以無限地上升 我們永遠都在經歷這種革命 所以它已經變成一種 concurrent condition 是一種one-off的革命 來尊重 這個也是它 所以我又說回來 其實我想其中幾位學者 都未必會贊成 即是說那種後現代 其實對現代主義 是否一個有力的回應 其實Berman他們都是提出 就是說其實現代主義本身是未破產的 即是他們覺得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比較規劃 將它推到最上的發展區 最上的這種學生走到這麼極端 但是現代主義他們走到一開頭的時候 其實是擁抱那種可能性 所以其實他們就覺得 反而應該是走到現代主義 他們未去到這麼激進的時候 那種是最本源 那種嘩 所有東西都變 但是這種變在一起都有可能性的 而不是立即嘗試去駕馭這些面白的那一種 他們反而覺得應該回到那裡去尋找 對我們現代性面對這麼多的問題的解決 就不是說去到後現代那種放棄 有少許放棄 沒錯 即是擁抱你和你玩的那種 那種有些 對 比較換制一些 這兩者值得 很多問題藉由我們繼續嘗試 希望下一次可以再請Garita先生 對呀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Garita 謝謝 拜拜